所有经营通用 来给你的折腾版设备器刷入安卓系统吧 没错 Switch入的项目现在已经发布了安卓11版本 相比于安卓10版本只支持住的初代设备器 现在的安卓11可以让所有设备器都刷入了 啊 爽得皮 那么今天话不多说 快来一起刷个几版 实验室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台折腾版设备器 可以从SD卡启动 这是一切的基础 一张内存卡 不管是大级层还是安卓系统 都需要依赖它来使用 如果你已经有 我建议是另找一张空白的 如果没有 也可以把原来内存卡里的东西全盘备份 格式化后使用 Switch用安卓系统固件 ADB工具 以及面具卡刷包 啊 用来获取ROOT权限 那么按照国际管理 这些东西我等于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 快去看看吧 准备完成后 接下来是第一步 安装安卓系统 将你的空白内存卡插到电脑上 然后在此电脑找到它 搓进去 把大集成整合包 复制进内存卡跟目录 拔出内存卡 把它插到Switch上 开机 进入HitCut 接着点击上方工具 SD卡分区管理 弹出的框点好的 我们来给系统分下去 拖动下方橙色的按钮 调整安卓分区的大小 这里有整个32G 剩余的绿色空间 是留给大集成虚拟系统的 64G的Switch 只要需要64G容量制作虚拟系统 32G的同理 如果你不需要大集成系统 可以把容量全给安卓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弹出的框点开始 再弹出个框框 按电源键确认 然后系统就开始分区了 HitCut会备份内存卡里的 现有文件 分区 再把文件回复进内存卡 但最多只能备份1G文件 这也是我推荐使用新卡 来制作安卓系统的原因 完成后会弹出一个框框 我们点SD 有MS 接着用数据线连接 所以其有电脑 你会在此电脑中看到内存卡 嫌没急 我们先把下载下的 安卓固件解压一下 接着打开电脑中的内存卡 找到解压出来的 安卓固件文件夹搓进去 把里边的所有文件 拖进论存卡根目录复制 接着返回自电脑 在论存卡上右键 弹出 拔掉Switch数据线 回到Switch 点击F 刷写安卓 继续 再点一下继续 就会开始刷入REC 刷等片刻会来到Recover界面 我们点击Factory Reset 依次选择第一项和第三项 爽清一下 经常刷手机的小伙伴 竟然会对这个操作很熟悉啊 完成后返回首页 点击Upt 文件选第一个也就是安卓固件 然后系统就开始刷入了 中间问你要不要继续 确定一下 稍等片刻就能刷入成功 再次回到首页 我们点击Reboard System Now 重启 回到HitCard界面 点击更多设置 就能看到安卓系统了 搓它就能进入安卓系统 第二步 初始化系统 即刷入面具 首次进入安卓系统 我们需要做一些设置 先选下语言 简体中文在最下边 点击开始 连接一下WiFi 注意 这个弹出的键盘摁不了 可以戳一下右下角 切换键盘 输入你的WiFi密码后 系统会自动开始认证 但是 这个认证服务器 因为某些不可抗力 你会连接不上 所以没有霍格握着环境 你的WiFi就会用不了 怎么解决呢 待会儿说 我们直接点击 在离线状态下设置 继续 然后就一路下一步 能跳过的选项 全跳过 来到桌面 首次进入会让你选择启动器 第一个 是防Switch系统样式 第二个是安卓平板样式 我们选择第二个 点始终 就会来到桌面 接着我们用数据线 连接Switch和电脑 下载状态栏 切换到文件传输模式 来到电脑上 一次打开Switch设备 SD卡 接着找到面具卡抓包和安装包 把它两拖进SD卡复制 拔掉数据线 将Switch关机 接着再开机 会来到HitCard界面 点击更多设置 然后一只手按住音量加键 一只手点安卓系统 就会来到Recover界面 点击Upt Update 选择SD卡文件 找到面具卡抓包 戳一下 再点一下Yes 就开始刷入了 完成后 我们返回首页 重启一下机器 会直接进入安卓系统 上滑一下 稍等片刻 就能看到面具应用 不过此时还打不开它 我们点击文件 左边选择SD卡目录 往下拉 找到面具的APK安装包 戳一下 安装它 接着返回首页 再次找到面具 就能打开了 弹出桥框 点确定 选项点下一步 直接安装 勾上 点开始 稍等片刻 点击重启 我们就能成功获取到 如如全线了 接下来我们来修复网络问题 用数据线连接 所以起来电脑 接着在电脑上 把安卓ADB工具 压缩包解压 得到一个名字很长 巴拉巴拉的文件夹 戳进去 在空白处右键 在终端中打开 来到终端 我们来敲两个命令 不用记 附件表友 第一个命令 是删除系统自带的 NTP验证服务器 回车 可能会提示是错误 如果报错 就在命令前 加上点斜杠 再沾填命令回车 接着是第二个命令 添加一个新的NTP验证服务器 一样是先输入点斜杠 再沾填命令回车 啊 这里用的是苹果的服务器 回到Switch 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 第三步 制作大气筛双系统 这一步就跟 制作大气筛单系统 是一样的了 我们关机 再开机 来到黑卡的界面 选择右边循環系统 创建EMU MMC 弹出了空 选SD卡文件 然后会等比较久 完成后 点击右上角 关闭 回到黑卡的首页 爽系统就做好 而现在 你可以通过启动页面 来启动大气筛系统 也可以在更多设置里 启动安卓系统 啊 相当nice 那么到这里 给Switch刷了安卓 大气筛双系统的教程 讲的差不多了 现在你就可以拿着它 呃 我他妈已经有手机 给它刷安卓 到底有什么用啊 好吧 也许可以用它 装个模拟器杀的王文 手柄也不能浪费了不是 那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猫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